新竹的好山好水 吸引偶像劇前來取景拍攝 中式新劇失去你的那一天 主要場景藍屋頂 懸在寶山進行搭建 隨著劇情進度 象徵著夢想的綠建築已經完成 因為我們這個標榜是自然建築 其實當初在開拍的時候 是一個平地 然後加四個貨櫃屋 然後現在 隨著我們拍戲的進度 大概兩個多月的時候 現在已經算是 百分之九十八的完成品 廢棄貨櫃屋 加上天然木材 整棟建築就這樣融入山林間 中空設計搭配裝置藝術 陽光自然灑落 現在目前看到的 這叫光雕牆 然後上面是啤酒埔 那這全部的啤酒呢 都是我喝的 裝置藝術 牆壁上藍色 綠色 白色的酒瓶交錯堆疊 不僅別具巧思 更凸顯資源再利用的 環保概念 而兩處主要拍攝場景 未來也會保留下來 成為觀光旅遊 新亮點 特別安排到新竹縣進裡面 幫我們新竹縣的 好山好水的好景色 借著這個四季年的那一天 利用我新竹縣的好山好水 可以就是讓我們 整個宣傳的 絕大多數的場景 幾乎都在這裡 因為新竹它有漂亮的山景 那它市區其實也提供 可以提供我們拍攝 加上我自己以前 沒有在新竹念書 所以這個地方是我 覺得拍起來是 很溫馨的一個地方 失去你的那一天 百分之七十 都在新竹縣屈景 上帝的部落 司馬庫斯 內灣國小 五峰鳥嘴山 透過鏡頭 跟著演員的腳步 帶領觀眾走遍山水 誰看見新竹的美